嗨,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我们来逛庙会 今天是五一的庙会 整个一条街大概是好多公里吧 大概有七八公里那样子,全是庙会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久违的农村的庙会 我们车停在最东头 然后走过来,走了好远走过来 因为路上车都被停满了 哎呀,这是套圈,还有套机的 这说明套圈是一个很暴力的一个行业 这也有做烧饼的 老板你们是哪里的,河南,我们老乡 你哪里的,我上秋 周口,周口我们立的很近啊 这个也是热的吗 你们全家出动过来打烧饼啊 没有那个,帮忙的 帮忙的 你帮忙的是吧 没一个的 好,就稍微一股奶箱 面里应该放牛奶了 好,这边 好,这边 在我活动现场 那你是男女老上 人人都能上战场 人人都能拿大跳 杨嘉宁来杨嘉将 你各个都能打授杖 口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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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妈,今天关锁了 四年游战 这边就到了李嘉的镇上 就长洲市李嘉的镇上 而这边就是李嘉的民房啊 前面这些都是李嘉镇的普通老百姓的住房 什么也是 小微信免费送 自博的烧饼啊 全国薪水牛逼 姜米粿我们小时候就最喜欢吃的 玉米做的 这是陕西的凉瓶 那个叫水葡萄 这家种的怎么这么多品种啊 很多的那个阳光玻璃房 阳光玻璃房中的啊 阳光玻璃房 金岗金岗十代元在哪里啊 金岗十代元金岗对可以摆动啊 这里直接免费修眉 睡齿睡呆劲 闭蜀小宝贝 这什么宝贝啊 老妈秘制小汉堡 等吗 不要等 不要辣椒丸 不要 好了 好好好 小时候喜欢逛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是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这边也是啊 哎口水都流了 老板娘的一天能卖多少现在 多少鸡蛋 国家国家能吗能不能卖一两百公斤鸡蛋 这个现在 反正在被停过 啊 这个庙会这样赶上五一 所以来赶会的特别多 啊从昨天就开始 然后 我今天才知道然后我们就跑过来了 现在已经下午了 到前面要过一个桥 桥上都挤满了人了 一家八号都挤满了人 肉花了肉外鸡 肉一宿外鸡 肉一宿外鸡 肉花了肉外鸡 中国的庙会 给我感觉这个整个地上都是比较脏的 因为大家还没有形成那种 对环境的保护意识 这是第二个就是人太多了 人特别多 随地扔垃圾的很多 在中国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会会有城管 会有环卫这块 种的干干净净的 我们第二天早上非常干净 感觉在越南比他们处理熟练多了 你整个城市直接切的直接压的 他们在城市上画了一个印 老板生意好不好 看看这四框竹子皮就知道了 压扁的皮就四框 我还以为四框的不是四框 是八框 下面还有 也就是八框 那要想想压了多少 五框之板 这还要卖榴莲的泰国金针 二十元一斤 差不多七万元多 这泰国的品种啊 基本上都是中国产 这老板之所以生意这么好啊 这一杯大概十五块人民币 然后需要十一个橙子 货真价实啊 炒冰糖酸奶冰的柠檬红茶 烤汤大肉汤 炮冰摇摇冰 老板哪是山药饼啊 都是啊咋卖啊 论金啊 他要这个要五个 要七个吧 七个 十二块四 十二块 比我把握手要放快 比我把握手提 at 比我把握手提頒 IT was summer 對 不要不小心 我喜歡 我覺得我把握手 Bur Ethereum 其實都有 Quick 不要打 Caption 用 Spread取ung 每个人看他我在拍东西都说我在拍抖音 我认识到抖音 好香啊 买香包的 因为这端午节不太远了 就是带上香包 里面放上有荷叶有其他的香料 像蚊虫就不近身 垃圾是堆在一起的 地上随处都是啊 10元9串20元20串的羊肉大串 这真的羊肉成本够不够 老板 这是多少钱一块 你那个10块钱10块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吧 小的是吧 我还以为这个成本都不够 我现在和家人们走散了 我在这边等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 老板,那边都可以跳动 别人 带着面 不得平时 别人 没办法 在这边 你是不是 我不能不过 我体力宫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兴趣的现场 祝您生活的话 快乐